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在台灣每年都有將近6000人因肺阻塞離世 慢性阻塞性肺病,簡稱肺阻塞COPD 名列國人十大使因 第七名 改肺有問題 其實如果不常在運動的人 是不是就不太容易發現了 沒錯,所以國民健康署 他們推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測驗 就是測試你在一分鐘之內 可以爬樓梯爬幾階 來測驗看看自己心肺是否有異常 那他們這個評測標準 我們30階以下肺阻塞高風險族群 建議盡早至胸腔內科檢查 30-50階肺阻塞中風險族群 請持續注意肺部健康 50-80階 你是肺阻塞低風險族群 請繼續往超越80階邁進 所以今天身為台灣健人的我 決定要來挑戰一下 1分鐘登階的極限 So nice 該等一下你會不會直接拓標80階 那我們直接朝800階來邁進 可以可以可以 那該如果你不小心一個失常不到30階 你說如果我是高風險族群嗎 等一下錄完影 我們三下你幫我掛號一下 胸腔科 直接胸腔內科開始檢查一下 那我們今天這個挑戰呢 還邀請了一位台灣的田徑女神 要來跟她一起尬一下 那我們歡迎 台灣女子田徑運動員 謝喜恩 哈囉大家好我是喜恩 哇喜恩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歡迎你來跟我一起進行這個一分鐘的登階挑戰 那這次又是自肥挑戰系列嗎 欸必須的 我必須在各個領域挑戰各個領域的女神 那其實我非常佩服喜恩 因為他國小的時候練跆拳道 然後國中的時候加入壘球隊 然後之後轉練田徑 聽說在2012年的時候破全中運的女子組跨欄紀錄 而且在同年呢拿到了青年錦標賽的銀牌 而且我記得還不只這樣 你是不是還曾經拿過跳遠金牌 對 就在2019年的全國運動的時候 還可以拿到跳遠金牌 所以其實跨欄這個項目是跟跳遠比較相近嗎 應該是說他的動作型態其實是蠻同的 我一直以為可能跨欄很強的 他可能白米會跑超快 但其實練跨欄要去轉白米 可能白米的選手其實又更快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在練籃架的時候 我們固定都是那個三步 所以變成我們在跑籃架的時候已經習慣 可能如果要連續做那個100公尺的話 可能會對我們來說需要再更精進的訓練 我想問一下喜恩 就是你的100公尺跨欄最好的紀錄是多少 13秒30 13秒30是什麼概念啊 你看我100公尺大概 你用跑的是不是 應該也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13秒 我是這樣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然後大概13秒 然後他又這樣 又跑又跑 然後跑到跟男生大概100公尺一樣的速度 我想看一下喜恩的腿 運動員的腿 而且蓋一蓋我聽說喜恩那是 真最速男的堂姐喔 喔 是那位 楊俊翰選手嗎 沒錯 喔 台灣最速男這個頭銜 有朝一夜我一定要來挑戰一下 你們三個最速男到他面前都不算速了 好 喜恩知道今天要來挑戰什麼嗎 知道 恩接比賽 沒錯 你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比賽啊 跟你的跨欄有沒有什麼共通之處 敏捷的部分嘛 因為藍間那三步其實靠的就是 你的敏捷快的話就會比較強 敏捷 協調性是不是超級吃 對 你要說你的身體的節奏跟協調性 對 喔 那等一下我們比賽規則是什麼樣 等一下我們比賽規則 因為我們國民健康署是說 盡量以超越80階邁進 所以我們今天設計了100階 我們剛才已經算過了 從這邊走到頂 剛好是100階 我預計啊 喜恩應該會在30秒之內就完成這100階 那該你覺得你自己多少可以完成 我 我可能 喜恩它乘以2 兩倍一分鐘嘛 我一分鐘完成100階 我就是就是 目前就很低了嘛 也是沒錯 超過80都很低 待會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神跟凡人的距離有多遠 還是說不定沒有差太多啊 對不對 嗯 難說 對嗎 嘿嘿嘿 對 非常有自信 好 那我們準備暖身一下 待會來進行一分鐘登階比賽 好的 那我們比賽呢即將開始 由我們的第一棒喜恩先攻 那是一階一階跑 還是我們可以自己 感到喜感到 我們今天這個規則呢 一定要一階一階跑哦 因為喜恩的話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可以兩階三階 這樣很快速 啾啾啾啾 可能上去可能10幾秒就跑到頂了 因為一階一階跟兩三步跳上去的那個時間 差非常多 可能差到2點多倍 對 我們今天呢 一定要一階一階 腳踏實地的跑完100階 好暖身好了嗎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好 好 選手各就各位 預備 GO 感覺非常快速 但是 看起來 如果他今天是2階 或是3階這樣衝上去的話 那時間會非常可怕 好 好 好 幾秒 26 喔26秒太快了吧 哇 哇喜恩你會累嗎 還蠻累的 而且腳很痠 那這樣子算是會喘嗎 還蠻喘 蠻喘的 那你覺得蓋一點一下有機會超越你嗎 可能是62秒 好 可以可以可以太好了 可以可以 好 好 我也要拿出我 凡人的真實力了 好 蓋伊準備好了嗎 好 沒問題 選手各就各位 預備 GO 蓋伊很快喔 走 走走走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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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剛才你覺得背感覺怎麼樣 沒有 沒有想像中的喘 其實不太會喘 你也是吧 沒有 我上來跟你插 我怎麼辦 真的嗎 對 沒有 因為 我覺得這種 還不到我們就是 如果在練心肺的喘度 我相信你在練習的時候 一定是比這個更喘很多 對 看起來還好 沒有很喘 看起來還好 想不到 我們竟然 跑出了相同的成績 我應該也是可以去挑戰一下 百籃的 剛剛喜愛還是他以為你會62 對啊 以為你會倒折62秒 喔 我剛剛看到那個速度 我想說哇 他這樣子 然後我聽到 你們剛剛上面講說 欸 喜愛跑了26秒 我想說 欸 不是只要一分鐘超過80階就好了嗎 為什麼不到30秒 然後就跑了100階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 這個動作就是完全把你受限住了 讓你沒有辦法很好的發揮 就是可能跨欄要角度很大 然後 步伐大 爆發性強 然後這個就是小小的小碎步小碎步 然後非常繁瑣 跑起來非常不舒服 很不舒服吧 對啊 就到後面的時候 很想要一次跨四格五格 還想再玩一次嗎 呃 那個不要有那個局 局限一步 不要局限一步 真的嗎 OK 你OK 我OK 真的假的 我好後悔問這個問題 再玩一次 無限制的 我們不要限制一次只能跨一格 我們來跑看看 OK 再一次 再一次 再挑戰一次 好我們接下來進行Round 2 那這個回合呢 我們打破框架打破限制 就是不用局限一次要跨一格 你想怎麼跑想怎麼跳都可以 我們來看誰的秒數比較低 好 好 你先 先攻嗎 好 好 來喔 選手各就各位 預備 GO 哇賽 欸 突破框架之後 整個用飛的耶 趕快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我體內的熱血已經蠢蠢欲動了 好 好 來 選手預備 GO 乾淨你好快喔 蹲 欸 欸 咪一下 第一個字 但是一樣啊 是嗎 有差不多嗎 乾淨你幾秒我看 十九秒 時間快一秒 對 但 但你以為一秒差不多對不對 在奧運場上一秒鐘是不是就差好幾名 0.0幾秒都差 第一名跟最後一名 對 你可能都差不到一秒 對 我剛在下面看你 前面用飛的耶 因為我現在製造了一下一個動力 奧運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有幾階的時候 真的很痴 協調性 因為我抓不到那個距離 所以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算步法 會蹲一下然後再跑 對 會做一個煞車動作 你在中間有做到煞車的動作嗎 有有有 也是會嗎 對 因為畢竟是不熟悉 這可能 可能給你一個時間練練練 幾次之後可能 會更順 好這邊想跟喜恩請教一下 你一個禮拜大概會花幾天的時間訓練 然後每一次大概會練多久 一個禮拜大概六天 然後每一天大概用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左右 哇你一天會練到三四個小時喔 談教練說話 教練說話時間可能佔掉一半嗎 不好說話 不好說話 看他看心情看教練心情 那想問一下你平常都在練什麼動作 因為你是跨欄專項嘛 對 但那你的像輔助訓練啊 或是甚至重量訓練 負重訓練 這些都會做嗎 會 就是其實現在冬季訓練期間 大概一個禮拜有四天都在做重訓 然後做完基本的重訓 像半蹲啊 我們都會另外做一些加強 就是如果籃架動作 然後去接進去 銜接的動作 難怪有在做重訓 我就想說 你的腿的線條也太漂亮了吧 就是像練健美什麼 都會有一個想要腿部線條很漂亮 他這個是就是很直 然後有那個很漂亮的大腿線條 可是我沒有到特別喜歡 我知道 女生都沒有到特別喜歡 當然就是 懂得欣賞的人就會喜歡 該懂欣賞喔 太棒了 就 我大腿有點肉比較好看一點 那想問一下喜倫就是 你近期有沒有什麼目標 或是你未來最終你想要達到什麼目標 其實一直在做訓練的主要原因是 想要為2022年的亞運會做準備 然後希望在那一個比賽當中獲得前三名 別說前三名的 金牌 2018年那一次是有進決賽 但是就是沒有好好的把握那一次 所以想要在2022年就是把自己做好準備 然後去應戰 所以2018年你是有帶著遺憾的 對 沒關係我們把這個遺憾化作是自己的糧食 讓自己更強壯 2022年給他拿下去 沒問題 那我這邊有聽過很多人幫喜倫取了 美稱 有什麼跨欄女神 跨欄正妹 百欄女神 等等的稱號 有沒有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 最喜歡跨欄女神 還是跟跨欄脫不了關係 但是女神聽起來又比正妹再高一個level就對了 是不是這個感覺 要是哪一天 神人等級 對神人等級 要是哪一天有人說我是什麼健身 男神 男神 我一定哇超爽的 天感男神 健身帥哥就會覺得好像 好像還好 只是早晨那天阿姨也會叫我帥哥 也不會叫我 男神 蛋餅 所以男神還是 女神還是比正妹 感覺聽起來要再舒服一些 那這樣百欄女神有什麼不好 對啊 就練快一點就百欄 母湯母湯 我未知先猜 我在喜倫在校期間應該是大家的風雲 沒有耶 通常那種運動很強的 或是很有名氣的 在學校不是都 大家都知道嗎 然後就有很多 慕名而來 那個是喜倫耶 應該是說我們學校都是競技系 因為我在的地方是競技系 所以其實還有其他校隊都蠻厲害的 但是走在那個路上夜市的時候 就會聽那些小朋友在那邊欠欠私語說 那不是喜倫嗎 我覺得學運動的小朋友 他們很容易就是 需要一個榜樣 他們會去崇拜一個就是體育很強的 可能剛好又是他們的專項 他們會特別就是以你為目標這樣子 我相信一定是有非常多的 小朋友小孩子 他們學習運動都是 把你當成很好的榜樣 運動員的背影 我剛剛看喜倫這樣跑上來 哇那個背影 等一下你被深深的吸引了 等一下你的手勢怎麼怪怪的 欸欸欸沒有要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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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挑 那想問一下喜倫啊就是 像你運動這麼強 然後在自己的領域 這麼強的一個女生 你有沒有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是要特別強 元宜你問的太細了吧 這個偷偷幫大家問一下 太深入了 我知道你們想知道對不對 特別強我沒有欸 但是我喜歡看男生彈出他的樣子 嗯?嗯?嗯? 這什麼臉 嗯? 喔所以 所以你不會希望他在運動上要搶過你 不會 但是他要 在一個你喜歡的領域 可能音樂 尤其又是吉他這上面 有觸動到你 你就會覺得有加分的效果 對 喔所以不會特別 運動要特別強 不會 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做重量的時候 我們都不太會出重自己的 就是動作的心態 喔 所以很容易造成說我們腰背會痛 或是其他地方會有受傷 喔因為 重訓蠻吃核心的穩定 但是 其實有一件很弔詭的事情 就是 因為運動員在做跑步 尤其衝刺的時候 他是需要很好的胸椎活動度 他其實他胸椎是會扭轉的 但是重訓有很多動作 他是需要固定胸椎的 就是可能硬舉或是臥推幹嘛 他胸椎都是固定住的 但是當你把三項 就是我們硬舉 臥推 深蹲 練到越強的時候 你的肌群就會把你的胸椎 鎖得越死 這在 競技運動上面不是一件好事 最後呼籲就是運動員 如果你要練建立三項的話 你不要做到太重 就是不要太去追求很大的重量 因為如果你要把一個運動專項拼到極致 你必須要放棄掉很多東西 不然你就是奧運的 每個運動員都拿金牌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他不可能每個項目都拿到最好 所以就會犧牲掉一些 然後去把時間投入在自己的專項上 應該已經講得很專業了 對 這是我覺得蠻吊詭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運動員的話 競技方面特別強 你真的建立三項不要去做到太重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如果想認識喜恩多一點呢 他的IG在這邊 歡迎大家去幫他加油打氣 我是健人蓋伊 喜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今天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 李宗盛 不要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